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六十几岁的一个男性病人 心脏的一个问题 突然间倒 工作中 啪 倒下来 到院前 心跳停止 就是等于死掉的 那样的一个状况 还好在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里面 都有在急救 维持着他的一个 CPR的一个 心脏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功能 送到医院来以后再急诊 赶快大家可以看到这里 这个就是插上那个管子 先跟他生命真相稳定 稍微稳定一下 然后进一步赶快知道 这个问题点在哪里 发现是心脏的一个问题 给他做心脏管的检查的时候 这是心脏管摄影进去的时候 可以看得到 这样我们正常的时候 右边的观众动脉 左边分左前降值跟左回旋支 他最主要的问题就是 左边的前降值跟回旋支 都是非常严重的阻塞 65岁难道之前没有什么症状吗 因为工作的关系忙 所以也把一般的症状 不把它当一回事 所以赶快心脏科的意思 透过这样的一个气球支架 然后再给它撑起来以后 让它这样原来狭小的 那个本来是下不来的 那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观众动脉的一个血液循环 重新的得到那样的一个帮忙 所以这个在这样的一个 非常紧急的一个状况之下 终于把它的生命抢救回来 而且没有任何的一个后遗症 所以那种冠状动脉 其实就是我们所有 动脉的一个缩影 都有可能随着岁月 它会变成动脉硬化 所以如果说我们能对 我们的饮食习惯多注意 对我们抽血的报告多注意 对我们体能的状况多注意的时候 就不至于发生 比较严重的病发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